继续回到比赛 直草锦丁攻城 鱼柱死守赤木 越野延防三井 刘川峰和仙道针锋相对 福田跑到鹰幕面前 鹰幕一看 哼 你来盯我 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办法阻挡我这个天才 那田当见状 鹰幕那小子防守虽然不错 进攻能力几乎等于零 福田防他挫挫有余 忽然 队友传球 鹰幕走神 球直接砸到鹰幕脸上 大家很是无语 忽然 仙道走到鹰幕跟前 你怎么了 你还是跟以前鹰幕一样吗 一点都没变吗 那鹰幕一听 气得火冒三丈 立马奋起直追 忽然 风城切掉越野的球 鹰幕立马一个折返跑 风城给到鹰幕 大伙都在期盼这个家伙又乱来 只见鹰幕到篮下停住了 抱住篮球起跳 轻撩淡写的一个低位投篮 把球稳稳送进篮筐 观众连声叫好 那野猴子一看 一定是个巧合 鱼柱惊了 练习赛的时候他还只会平民上篮 阿神说道 要是跟我们比赛的时候 鹰幕学会了这个 搞不好我们会输 阿幕也表示赞同 鹰幕那可是得意换 走到积分牌下 我包办了在场的所有得分 刘川松补刀 丢掉的两分也是因为你 先到健壮 看来这个家伙真有拼命练习 湘北战武扎的替补私生呐喊 我们打球不咋样 那就用自己的方式给他们帮助吧 孩子见了 对吗 这才像话吗 回到比赛 一众面对大星星 一顿假动作恍过大星星 随后篮下投篮位重 正准备拼抢篮板时 随着一声喉叫 鹰幕半路杀出 稳稳拿下后场篮板 宫城迅速飞奔 鹰幕把球一甩 然而球速过快 连宫城都没接住 直接把中村撞飞 中村无辜躺枪 宫城不开心 你在传锤子的球啊 你这个怪胎 这边林南继续持球 田刚心想 湘北还是跟以前一样 鹰房仙道鱼助两人 可是我们队还有另一个得分高手 这边福田接球 仙道和队友眼神交流 四人立马拉开了空间 让福田一队一端打鹰幕 一不留神 福田加速运球过掉了鹰幕 飞奔到南下 然而经验老道的三井早已落位 三井造了个福田进攻犯规 三井叮嘱鹰幕专注 那天才找了个理由 我刚刚是故意的 本想给他来个追身大冒 刘川峰三井很是无语 鬼才信了 鹰幕花道再次讨厌福田 福田也跟您争乐 田刚胖了 阿福 你不要跟他多嘴 他最喜欢耍嘴皮子了 鹰幕一听 你说什么老头子 忘了我的千年杀了吗 观众惊了 这个小子居然公然叫对方教练为老头子 田刚气得是咬牙切齿 阿木见状 鹰幕叫我中年人 叫他老头子 看来我还是好多了 鹰幕单打不甜 做出两个尴尬的不能再尴尬的假动作 还在得意之时 越野从后路切断了球 越野迅速飞奔 工程穷追不舍 两人同时起跳 工程用自己强大的任性 硬生生把球扇飞 直草接到球 正要传给阿福时 鹰幕半路杀出 然而肚子撞到球 随后一滑 搓到了自己的命根子 鹰幕捂着要害部位疼痛男人 鹰幕军团笑开了花 秦子还在猛逼他撞到了什么地方啊 这边三井面对越野 左摇右晃 一个加速转身过掉的对手 运球到篮下 准备投篮时 鱼柱高高跃起赏了一个大光 随后挑衅 有我在 你们休想轻易得分 湘北一听 很是不乐意 真正的比赛 现在才开始了 看着鱼柱如此嚣张 赤木主动要求 面对鱼柱 直接一下把鱼柱顶开 然后一个转身杀到篮下 正准备上篮时 鱼柱一肘子打在赤木脸上 被掀翻在地 这个时候 赤木撇了撇自己的脚 显然 大猩猩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脚伤 大猩猩走向罚球线 果然 受心理影响 第一罚没有命中 第二罚 球又是碰出了篮筐 临篮下快攻 先到把球一甩给到前场的福田 福田冲到篮下准备投篮 球没中 福田再度抢下篮板 举起球一个假动作 骗鹰幕起跳 正当鹰幕要落地时 转身一个射篮 球命中 还打成了2加1 福田开始挑衅鹰幕 这次又是我赢了 随后罚球命中 一人包办了林南所有得分 这边赤木在对鱼柱 一向稳重的他居然 直接将球传出界外 连鹰幕都看不下去 你在发什么呆呀大猩猩 犯这种小错误 你该不会是怕好老大这家伙吧 就连对面教练 都发觉赤木情况不对劲 工程广开直草再给到大猩猩 众人都对赤木有所期待 然而大猩猩此时满脑子 都是想着自己的脚伤 根本无心应战 只好把球传回给了外线 现场一阵虚声 工程再回传给赤木 大猩猩这次连击都挤不动鱼柱了 又回传给了外线 三井再给到赤木 眼看时间不多了 鱼柱直接起跳 以休想投篮 赤木直接被鱼柱的气势给吓到了 24鸟为力 这个时候 田当叮嘱直草 让他配合鱼柱死打湘北内线 鱼柱果然是开启了内线巨无霸模式 先是迎着鹰木上篮得手 随后篮下面对赤木鹰木 两人打成2加1 一人打穿了湘北内线 也帮助林南把分差拉大到7分 三井见识不对 让木木叫暂停 而阿木这个时候 看出了端倪 本来赤木刚开始很是认真在比赛 但自从那次摔倒过后 就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脚伤上了 没办法集中精力比赛 这边侯老大罚球 鹰木使出他的独门秘诀 鹰式挥派气功 罚不尽的喊声 宛如幽灵一般 复在鱼柱身上 果然 鱼柱罚球来了的三不沾 这边三井把球甩给攻城 却被掀到半路截幅 植草接到球 传给鱼柱 然而大猩猩仿仿佛被眩晕了一般 直接把篮下放空了 侯老大举球准备报扣 鹰木发道突然闪现到跟前 鱼柱愣住了 鹰木双手硬生生按住球 空中激烈碰撞 两人同时摔倒在地上 鹰木突然起身 弄了弄自己的背 湘北的内线是我的天下 你休想乱来 这个举动也引起了福田的注意 鹰木这个家伙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跑到篮下 然后用超乎常人的弹数 跳到比自己高那么多的鱼柱之上 再用力量硬生生把球给按下 这个小子倒不好 还真是的天才 回到比赛 鱼柱罚球没进 然而大猩猩却再次失位 被仙道抢占了先机 把球补进 分叉来到九分 三井看不下去了 一把拉起大猩猩 你在搞什么鬼啊 难道你不知道 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吗 这是我们通往 全国大赛最后的机会了 你硬一点行不行 看见这番情形 鹰木也是赶紧叫了暂停 湘北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赤木还在埋怨 只有两次暂停机会 是不是喊得太仓促了 三井开始内讧了 一脸不屑地看着赤木 喊得正是时候 如果安息教练在 他也会这么做 工程见识不对 立马劝他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把分叉追回来 正当大家都在加油时 鹰木突然叉子 有这个斗志是很好啊 不过大猩猩这个状态 能行吗 如果大猩猩不行的话 还有我这个天才鹰木在 包在我身上 刘川峰一声叹气 鹰木立马理论 本天才这场比赛 可是包办了队伍一半的责分 不像你 被先到全面压制 一分没得 而另一边 田刚鼓励大家 局势现在已经被我们完全掌控 鱼柱 趁这个机会 一口气打垮木 大猩猩坐在板凳上 闭着眼睛 双手敲击自己的头部 那敲头这种是鹰木 可是最擅长啊 走到猩猩跟前 对着猩猩一顿铁头弓 这可把大家给吓坏了 鹰木可爱地说道 不这么做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恢复原形的 赤木立马起身 变身大猩猩 一记重拳锤翻鹰木 两人头上各掌了一个包 暂停结束 双方球员再次回到场上 这边鱼柱开始嘲讽赤木 你今天表现太差了 就算是赢了你 也是圣之不武 鹰木上去 你不要忘了 出了大猩猩 湘北内线还有个超级球员 鱼柱皮了一下 在哪啊 我怎么没看见了 大猩猩接到球 虽然仍然没有好的机会 不过这次明显看到 他的动作不再像之前那样 畏畏缩缩缩的了 回到病房 老爹一直盯着时钟 被伯母一下子看穿了心思 看样子你还是很担心 他们的比赛吗 回到比赛 工程切断了林南的球 鹰木迅速飞奔 球来到鹰木手里 可是植草和福田前后夹击 鹰木毫无办法 刘川峰一旁要求 兄弟 你这不是白费力气吗 鹰木直接把球一甩 给到内线的大猩猩 然后自己朝内线跑位 连田刚都注意到了 鹰木在篮下已经被放空了 然而大猩猩没有选择 传球给鹰木 四周火光四射 宛如变身超级赛亚人之神 篮下强势鱼柱 并生生顶开鱼柱准备投篮 鱼柱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把球摁了下 自己也倒地 大猩猩接住球 起跳准备二次进攻 然而先到这个时候 从背后杀出又把球扇飞 正在这时 鹰木发道交了个闪现 接住球望着篮筐 看我的大猩猩灌篮二号 然而这个时候 鱼柱用尽力气再次跃起 把鹰木掀翻在地 三井深咽一口气 刘川峰甚是关心 鹰木趴在地上倒地不起 秦泽很是关心 杨平回答 情况确实看起来不妙 这可是他人生中的耻辱 不过一个几个对他的了解 他肯定没事 你其担心他 我们更担心猴老大 猴老大快逃命吧